这是警方发现冰柜藏尸的真实影像 起初警方只是来调解夫妻矛盾 可来到现场后发现女主人并不在现场 警方立马询问毒狗 你老婆到哪里去了 毒狗表示自己和她吵了一架 谁知道她一气之下离家出走了 毒狗说话间十分配合警方工作 还亲自把警方领到家里 现场一共三位民警 其中两人去搜查了毒狗家的厨房和卧室 并没有发现异常 而另一人则找到了毒狗家的储物间 她进到这里之后发现非常脏乱 里面堆放着各种箱子 但让民警诧异的是 在这脏乱箱子里面竟然有一个冰箱 带着疑问她掀开了冰箱柜 随后就发生了视频开头的那一幕 毒狗如此自信地把警方带到家中 难道她不知道冰箱里有自己的老婆吗 警方立马针对这起冰箱藏尸案立案侦查 这起案件来自于一位老太太的报警电话 2021年8月21日 一位老人表示自己的女婿和女儿吵架 希望警方过去帮忙协调 可警方这一去却发现了一个大秘密 警察喊出声音的一瞬间 毒狗立马跑到楼下溜之大吉 洪山区的民警立马调集警力协助抓捕毒狗 为了尽快抓捕归案 警方还实施了全程封锁式的调查 最终他们在一处工地上找到了毒狗 此时毒狗已经爬到了施工大楼的高处 他看到警方来捉拿自己他情绪十分激动 甚至还威胁警方 如果再赶上前就跳下去自杀 因为警方也不确定毒狗 是不是真的杀了自己的老婆 所以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 警方只能耐心劝导毒狗 最终在女儿来到现场后 毒狗才同意和警方回去接受调查 起初毒狗的嘴非常硬 他开口的第一句就是 王一花要杀我的丫头 警方听到这里产生了疑问 难道王一花的死是他自己造成的吗 随后毒狗一个劲地贬低王一花 他表示自己和王一花结婚后 王一花的脾气就一天比一天大 他还觉得王一花有抑郁症 动不动就拿锅碗瓢盆打自己 毒狗表示案发前两天和自己的妻子大吵了一战 妻子一气之下就离家出走了 随后就再也没见过妻子 直到警方在自己家的储物间找到妻子 面对毒狗的一面之词 警方并不能完全相信 他们找来了王一花的姐姐王金花 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王金花的说辞竟和毒狗说的完全相反 这是警方发现冰箱藏室的真实影像 毒狗表示自己的妻子患有抑郁症 平时还有殴打自己的习惯 所以现在不排除王一花自杀的可能 但是王一花既然自杀 那么又是谁把她的尸体藏进冰箱里的呢 知道警方找到了王一花的姐姐王金花 一切才真相大白 王一花在和毒狗结婚前 经营着一家理发店 虽然自己本身有先天性残疾 但靠着她那双妙手 赢得了不少顾客的好感 慢慢的生活也越来越滋润 王一花还靠着理发店 给自己买了一套房子 可在和毒狗结婚之后 王金花就整天收到王一花的诉苦消息 和姐姐表示自己瞎了眼 后悔和毒狗结婚了 原来两人在结婚之后 毒狗就像变了个人一样 不但一转之前 对王一花体贴入微的态度 还要求王一花把房子 转让到自己名下 期间毒狗多次对王一花实施家暴 有很多次还当着女儿的面打 王金花在向警方阐述这些的时候 好几次都哭了出来 她还说毒狗是一个好吃懒做的人 在吟花生孩子的时候 不能去理发店照顾生意 毒狗也不愿意出去工作 两个人就这样没了收入来源 可毒狗不但不出去挣钱 还整天在家里玩网络赌博 王一花多次劝毒狗借掉王赌 毒狗每次在输钱之后 也都很听王一花的话 保证自己再也不毒了 王一花看着眼前这个自己深爱的男人 她一次又一次地选择了相信 直到有一次 毒狗偷偷拿着自己的手机转账赌博 王一花再也忍受不了 最终选择了和毒狗离婚 离了婚之后 毒狗没了去处 她再次向王一花道歉 让王一花再给她最后一次机会 期间她还跪在地上 呼诉着自己之前的所作所为 就这样王一花又给了她一次机会 但王一花没有和她复婚 只是同意让毒狗住在自己的房子里 一起照顾女儿 王一花在说完所有的消息之后 警方再次找到毒狗让毒狗陈述事实 毒狗面对王一花所说的证词 她交代了自己杀人的事实 但她仍然表示自己不是故意杀妻 毒狗表示案发当天中午 因为孩子的管教问题 她和王一花再次产生了冲突 这一次她拿起了身旁的吹风机 然后用线勒住了妻子 没想到这一次自己下手太重 竟然把妻子给活活勒死了 她把妻子勒死之后 顺势把妻子的尸体藏在了自己家的冰箱里 可毒狗一再和警方表示 自己是因为长时间无法忍受王一花的压迫 这才一怒之下杀了人 可真相真的是这样吗 通过调查王一花和王金花的通讯记录 警方才发现了真相 原来王金花所说的一切都是事实 而毒狗所说的 王一花患有抑郁症 还有殴打她和孩子的话 都是毒狗自己的所作所为 最让人气愤的是 在王金花手机中 警方还发现了毒狗在网上赌博的证据 她不仅偷拿王金花开理发电症的血汗钱去赌 还以王一花的名义向王金花借钱去赌 最终警方又在毒狗的手机中发现了一个秘密 在王一花被毒狗勒死之后 毒狗的手机出现了王一花的转账记录 难道死人也会转钱吗 通过警方询问才得知 原来毒狗在杀妻之后 她拿着王一花的手机把钱全部转给了自己 而毒狗的解释非常离谱 她表示既然人已经去世了 那么钱就应该留给活着的人 毒狗和王一花热恋的时候 他们都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曾经的山盟海事 也比不过日久见人心 最终鸡鸣狗虽飞鸟失灵 虽然毒狗说的也可能有些是真的 但无论如何 夫妻之间再大的矛盾 也不能用如此极端的方式来解决 婚姻中难免会碰到矛盾 王一花的一再容忍让毒狗得寸进尺 希望大家在生活中遇到问题时 一定要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 一味地忍让和一味地强势 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2000年3月30日 赤丰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 做出了一审判决 被告人冯某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同时对冯某限制减刑 王一花的姐姐王金花 收养了他们的女儿 毒狗用一根绳子结束了妻子的生命 但也毁灭了自己 希望每一个处于婚恋的人 都能擦亮眼睛 看清楚对方的为人 宁愿担着 也绝不能将就 谢谢大家